大家好 今天是5月22号 今天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成全面的宣读了港版国安法的草案的说明 时间长达将近20分钟 听完他的说明给世人第一个感觉 就是中国政权和习近平已经定义要终止香港的一国两制 已经定义要变香港的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 习近平已经定义要埋葬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治港原则 变为中央政府直接的控制和镇压 习近平已经定义跟美国公开的叫板 公开的摊牌 习近平已经定义要毁灭掉香港独立关税区 独特的金融地位 要亲手毁灭香港的繁荣的经济与不顾 习近平已经定义要铁腕镇压香港的抗议运动 习近平已经定义要将香港变为新疆 香港的形势已经非常的危机 非常的危险 香港人有可能整体上会成为新疆人一样 比任进基督营进行劳动教育改造 而香港的抗议运动的领袖们都有可能判处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如果国际社会再不出手 美国再不出手 那么香港变成下一个新疆 变成下一个西藏 都已经变成铁的实实 那么我们看一看 今天王晨他主要讲了些什么 他在草案说明里面 首先讲了一下制定香港国安法 他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再讲了一下制定香港国安法 他的程序是什么 这个程序就是我们上次评论里面 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叫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起草 来制定这个法律 然后这个法律最后放到基本法的附件三里面 在香港地区进行实施 那么这个实施过程中会存在一个监督的机构 这个监督机构就是要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是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这个法律的实施 然后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写一个香港国家安全的报告 看这个法律每年实施的状况如何 他要进行一个报告 那具体的这个国安法有哪些内容呢 他说主要有七条 这个七条里面首先规定了这些犯罪的行为 主要有四种 这四种行为就是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行为 再一个是勾结外国势力 实际上这些行为基本上就是中国刑法里面 危害国家安全罪里面的那几条主要的大碎 把这些行为都列出来 然后相应的刑法呢 他要都列出来 然后呢 他通过在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进行监督实施 那香港的法院 香港的警局 香港的各级的司法机构 都会配合把这个法律进行落实 根据香港国安法草案的内容 习近平政权 他为了他自己政权的稳定 和他个人地位的稳定 他肯定会把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极权统治 全部挪移到香港地区上面 因为呢 中国政权他时刻担心 香港的民主自由会影响到大陆地区 所以他们早在2003年呢 就向23条立法 后来受到香港人民的强烈阻止 所以他不得不流产 暂时构置起来 但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呢 让中共政权非常的狼狈 一方面呢 整个运动影响到了国内的反抗运动 影响到了大陆的民主运动和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第二个呢 整个反送中运动逼迫中央政权不得不撤回修理 这是对习近平一个极大的羞辱 也是对中国政权极大的一个羞辱 那么习政权呢 肯定会要报复 那报复呢 就是要把铁乱统治 血型的统治全都要架在香港人的脖子上 然后进行极权的镇压 进行血型的报复 那么我们知道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呢 习近平政权呢 又撤了很多的官员 然后就换上了罗惠宁和夏宝龙 这两个人物呢 都是省一级的大员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省一级的铁腕统治的经验 全都放到香港来实施 尤其是夏宝龙 他在浙江呢 作为一省之主啊 强行推行拆十字架运动 非常的野蛮 非常的残暴 只要牧师信徒反对 直接就抓进牢里进行判刑 那甚至来官方的浙江基督教教会的会长 顾约瑟牧师反对 结果呢 把他以经济罪名就给你抓起来 所以他为了执行他的残暴的政策呢 他不惜采取任何的代价的 所以呢 夏宝龙的这个个性呢 启用他就是说明要用铁腕统治来对付港人 就国际政治而言 习近平政权制定香港国安法的行为 表明了习政权已经跟国际社会公开的叫板 彻底的摊牌 他已经不在乎美国会怎么做 国际社会会怎么做 我们知道反送中运动以来呢 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对香港的状况非常的关切 美国也制定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国务院会马上推出根据这个法案提交的年度的报告 里面呢 肯定有惩罚一大批的香港的官员 而且呢 会对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进行质疑进行审核 我们也看到最近一两天 香港人不仅起来抗议这个国安法 那么呢 美国的政要纷纷表达强烈的谴责 美国国务院说要严厉的谴责中共政权 那么川普呢 也说 如果呢 他要强行通过这个法律 美国会表现出非常强硬的反应出来 那美国的参议院好几个议员呢 也现在非常紧急的逆定法律 对参与起草和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官员要进行个人的制裁 那么这些措施呢 习近平政权其实提前已经完全的估计到了 尤其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里面 有关香港独立金融地位有可能丧失 这样一个结果呢 习近平政权已经全部预料到了 但是呢 他们在考虑到自己政权的安危 和习近平个人地位的安危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牺牲香港 毁灭香港也在所不惜 就是毁灭掉香港 保证他们的政权那也是应该的 所以习近平呢 已经定义要毁灭香港 要把香港变成一个私港 变成一个臭港 那么呢 另外一方面 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 中国和美国这种积怨呢 已经越来越深 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他定下了城下之门 这本身是一个羞辱 那么自从大瘟疫爆发以来呢 那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报复 也是日益的加深 那中共政权呢 肯定还想继续地来报复美国 所以他要拿着香港作为一个棋子 来报复美国 那我们知道最近以来呢 美国出了很多的横招 比方说对世卫组织停止精致的支持 也阻断了美国联邦 投一球基金对中国的投资 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将要从华尔街的股市上 全都给摘牌 而且这次台湾参与总统就职典礼啊 美国国务卿发表了贺词 那另外呢 刚刚美国呢 给台湾卖掉了很多的鱼雷 这是一个全力的对台湾的公开的一个支持 这让中共政权呢 已经如坐征战 他要全方位的来报复美国 那拿怎么样的方式来报复美国呢 那拿着香港报复呢 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美国来说呢 打击最大的一个方式 所以习近平呢 已经在所不惜了 已经毫不犹豫了 一定要把这个川普呢 狠狠的打击一下 所以他现在呢 不惜制定国安法 公开的跟美国叫板 公开的跟川普摊牌 公开的狠狠的打了一拳川普 所以我们就要看 美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美国会不会按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马上出一个报告 马上来惩罚香港的这些高官 而且呢 把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 马上的取消 看美国能不能拿出实际的行动出来 不然的话呢 美国呢 有可能在这个香港问题上 又吃了一次败仗 那这个情况发展下来呢 习近平就会越来越狂妄 他就会认为他就是世界的霸主 他要把中国的模式 要推广到亚洲 推广到全世界 他甚至要把美国要踩在脚下 所以现在的情形呢 是非常的危机 全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的总统政要们 也不能仅仅是口头的谴责 一定要拿出实际的行动 来对中国进权进行制裁 进行惩罚 甚至是要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这次国安立法 他的程序正义的问题 上次我们讲 他的这次程序呢 还算过得去 但实际上呢 他完全违反了程序正义 第一呢 根据香港的基本法 除了国防 外交 还有国家主权的 富豪之外的法律呢 全都由香港地区来制定 那国安法呢 本来就是应该 叫地方来制定的 你不能自己 叫全国人大来制定 这个呢 是完全违反了 基本法的精神的 再一个呢 这次国安法的制定呢 完全违反了 基本法23条 因为基本法23条呢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有关香港的 国家安全的法律 由香港来制定 来实施 这里面已经把这个地域 已经规定好 实际上是由香港来制定的 不是你北京来制定的 所以这次呢 是非常可笑的 就是他本身呢 国安法就违背了 基本法23条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呢 第三一点呢 最关键的是 他用这种附件三的方式 把中央的意志 中共的意志 强调在香港人的头上 会变成一个恶例 然后以后 中共呢 想在香港搞什么法律 中共有什么意志 习近平个人有什么意志 他完完全全 起早变成法律 然后以附件三的形式 继续的来 在香港地区实施 所以呢 附件三 以后就会变成 中共意志 在香港的一个 展示的一个地方 所以附件三呢 实际上就会变成 中共强权政治的代名词 变成习近平 你法西斯政治 在香港落实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说附件三呢 肯定会一丑万年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次国安法的立法 实际上 完完全全 违背了港人之港 一国两制的精神 它是中共 法西斯的意志 强加的香港人的头上 然后用这种 附件三的形式呢 来给它遮丑 实际上完全遮不了处 更加暴露出中共的狡诈 无耻和野蛮 中共这样的政权呢 已经是天怒人怨 在人大政协开会的当天呢 北京下午三点钟啊 本来是晴朗的天空 突然一片漆黑 雷电交加 那完全是一个末日的景象 所以天气呢 实际上也表示着上帝震怒 你越来越疯狂呢 那么上帝呢 会叫你 离灭亡的时间 会越来越近 那习近平呢 现在 恨然 来制定香港的 国安法 这实际上是他 走向灭亡的 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看到 习近平政权 已经恶贯满盈 罪行累累 多行不义 必自毙 现在 上帝毁灭他的时间 已经到了 他 自己呢 已经倔好了 自己的坟墓 所以我们要 笑看他的灭亡 笑看中共政权的灭亡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 保胜传媒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